好,我们开始了 这次应该是第四天的HCNA安全实验手册的讲解 也是最后一天 今天的内容不算太多 因为前期基本上都是用蓄理机讲的 然后留了一些确实没有办法用蓄理机讲的内容 来最后一天我们用真机来进行介绍 其实要讲的东西其实只有三个内容 一个是跳过的第六部分 就是穿越用户认证 就是穿越防火墙的时候 我们的相应的认证技术 或者说叫做认证了之后当然就知道用户了 也可以认为这叫做基于用户的防火墙 所谓的下一代防火墙也是一个主要的功能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今天可能比较主要的 就要介绍华为防火墙的SSVPN的相应的一些配置 这是一个 最后我们还要讲华为防火墙的Utn 应该说就是高级威胁防御 就是要讲一下防病毒 讲一下UIO过滤 再讲一下IPS的威胁防御 就是今天的相应的内容 今天的课程应该不会太长 那么如果说我提前讲差不多了 然后大家在座的如果感兴趣 大家可以提出一些话题出来 我们可以再聊一聊 可以沟通一下 今天我估计在一个六小时吧 我估计差不多就能把该讲的都讲完 剩下呢我们可以有些时间大家感兴趣可以问一下 或者说聊聊闲天也行啊 我们开始来讲了 我们来讲第一个部分 免认证 或者说叫认证旁路和密码认证 就是穿越用户认证技术 作为一个防火墙 那么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基本的技术 其实就算是不是什么下一代防火墙 那么也应该有这个功能 就是如果说你要控制用户穿越入屋器 那入屋器最传统的办法 那就是用列表 那我写个列表 说这个例子它就过了 然后其他例子就过不了 但是呢你也知道IP地址是非常容易被窃取的 非常容易被别人知道的 那如果说当时不在了 有人来盗取的IP地址 其实也能够穿越防火墙 对吧 那么所以说呢 其实正常的第一代防火墙 那其实都会有这个功能 就穿越防火墙的时候呢 咱们不要聊什么IP地址了 IP地址也太熟了 那么咱们就得穿越防火墙的时候呢 你得输账号 你得输用户 用户里输对了 你认证通过了 那你也就可以过了 OK 好 当然呢 第一代防火墙 所谓的下一代防火墙 我要给解释一下 所谓的下一代防火墙的概念 是由Palo Alto这个公司 那么所率先提出来的 那么当然我也有相应的 Palo Alto防火墙的课程 那么所谓的下一代防火墙 其实有几个非常经典的特点 第一个就是所谓的 这个用户识别 那其实也就是穿越用户认证 我要了解用户 就像以前我们的第一代防火墙是 说我们要限制这个网络 到那个网络什么什么通了 这个网络到那个网络 怎么怎么又不通了 以前就是在说网络 怎么怎么样 那么但是到了下一代防火墙呢 我们主要说的就是 这个用户 或者说这个用户组 能够防火什么样的资源 另外一个用户或用户组 能够防火什么资源 用户认证这是很重要的 还有一个就是 下一代防火墙 还有一个特点呢 就是应用识别 就是现在呢 我们都说 以前可能都说 TCP23号装口通了 然后HDD7、TCP80装口通了 以前就是这么来说这个问题的 但是现在到下一代防火墙呢 就经常说 那不要聊装口号了 装口号是很固定的 很老的一种说法 那我们应该聊应用 比如我们应该聊QQ这个应用通了 或者微信这个应用通了 甚至呢 我们还能对应用的更深入的行为 进行控制 比如说QQ这个应用 那么这个文本聊天可以 语音留言可以 但是在线视频和传文件是不可以的 这是可以做的 像微信也是 那么在线视频聊天不可以 文本可以 简单语音留言可以 朋友圈不可以 炒基金不是有什么钱包吗 支付也不可以 OK现在呢 下代防火墙就是对应用做更深入的控制 这是一个 下代防火墙其实还有一个东西 我们到我们的防火墙里面来看看啊 下代防火墙还有一个特点就是 一条策略做所有的安全的功能 就你看现在只要是正常 你看到防火墙跟这个华华防火墙也差不多 就是在一个策略里面 不仅能够控制什么区域 原物用户这些最基本的还有应用 时间段 好还能够做比如说反病毒 入侵防御 油凹过滤文件过滤 内容过滤应用行为控制 邮件过滤 就所有的东西都在一个策略里面来 做完来决定好 OK 那么以前的老的防火墙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老的防火墙应该是有各 各种各样的面板 这个面板呢是做反病毒的 那个面板呢是做IPS的 另外一个面板呢做URO过滤的 以前是分开的 那么但是所谓的下一个防火墙 华为这个防火墙吧 这从面子上看 还是像下一个防火墙的 我也应该这么说 就是说呢 这确实是一个策略管所有 这也是下一个防火墙的一个 比较重要的一个点 这样的话 首先你的策略就会比较少 而且呢查询的速度就会比较快 应该说呢 这就是所谓的下一个防火墙的 几个重要特点 当然呢 那也 我们再说回来 那穿越用户认证 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OK 那下面呢我们就来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华为防火墙的穿越用户认证 今天的三个实验 我们的这个防火墙的穿越用户认证 还有SVPN 还有这个UTM就是一会儿的防病毒IPS 这些东西 那么咱们都是真实的环境来做的 今天的环境呢 还算是比较简单的 那么我们这个防火墙呢 你可以认为是俩口就可以了 这是个管理口 你可以认为它不算口 就是因为网管的 那么 内部 Trust 是19218 1.0 外部UnTrust 22.1 白脸1.0 好 然后呢 地址呢 都是点11 我们的防火墙都是点11 因为防火墙1是11 以后防火墙2 会设计12 但是今天不会的防火墙2 点12 好 然后呢内部有台录录器 我们的R1 地址是1921681.1 然后网关呢也已经指到了1921681.11 然后呢我们有台PC PC 也位于内部1921681.10 网关呢也指到了1921681.11 这个防火墙的网关也只出去了 基本上呢就是这么一个环境 OK内部有两台设备 那么这个设备呢再说一遍啊 这个电脑和这个网管电脑其实是一个电脑 都是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WIN7这个设备 那为什么会出现在两个位置呢 因为这个电脑有两个网卡呗 因为它有两个网卡 一个是10这个网络 10.1.1.100的网 这个网卡当然可以网管了 这个网卡呢是没有网关的 还有一个网卡呢是1921681.10 就是内部网卡 还有网关1921681.11 所以呢正常通过这个网卡来上网的 所以电脑其实只有一台啊 这个管理PC和这个都是一个PC 只是不同的两个网卡而已 这是现在的这个环境的交代 好下面呢我们也可以再看看我们的防火墙 我们防火墙现在做了什么呢 其实前段时间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啊 我们简单看看我的处处画的配置 我这个防火墙呢 其实你可以认为就两个口 这两个口其实你也可以认为是没有配置的 这两个口没有什么用处的 你可以认为就两个口 一个是untrust接外面的 202.1白点1.11 一个是trust接里面的1921681.11 10.1.11呢用于网管的 没有什么态度用处啊 用于网管的 网络里面其实只有这两个东西 然后呢路由 我们指了一条默认网关 默认网关指到了这个 这边有台路由器 202.1白点1.254 这边也整是好了 然后策略上呢 除了默认的这个干掉所有 然后呢我还放了一个 我认为比较基本的 就是local.any 就是自身发起的所有流量 都被自动放过 OK 自身发起的流量都被放过 那这就是现在的一个情况 说白了就是方向想 两个IbD值 一个默认网管 网管是好的 然后呢 自身发起的流量 去往任何地方 都是被放过的 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而这种情况下的话 那我要上网 应该是上不了的 这应该是开始我做的一个上网 比如说我们访问京东 现在应该是上不了网的 OK 因为这个流量其实根本也没有放嘛 那好 在没有做穿越用户之前 那么我还是要让流量先通起来 请注意这是一种习惯 你不管在任何防火箱做这个实验的时候 在没有做穿越用户认证之前 你需要确保这个流量它本来 原本就是可以通的 然后呢做了穿越用户认证之后呢 就需要认证 认证成功了 就通了 认证不成功 那么就过不了 OK 那首先你先得确保这个网通的 你想想如果说你 你都没有确认这个网曾经通过 本来是通过这种情况的话 你就直接做安全策略 万一安全策略又做的不好 那这个时候呢 有些人说那你看啊这个就认证认证不过 你看它就通不了了 但是其实你就算认证过了 其实你还是通不了了 所以说呢做任何安全策略之前 这个穿越用户的策略之前 其实你还是应该确保一下 这个网在没有做这个技术之前 是可以正常通过的 所以下面呢 我们放一个简单点的 untrust到trust到untrust 从trust到untrust 然后所有流量放过 先把由内向外的 由trust到untrust流量先放过 放完之后呢 我们先确保一下这个流量 是没有什么太多问题的 这是好的 网是通的 OK 然后呢我们的类部类的A1 也是通的 类部A1听一下百度 这也是通的 就是现在呢 我们确保了这个网络本身 只要我们把trust untrust一放 它这个网页也就通了 好现在网是通的 现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才考虑说咱们要做认证 今天的配置的事物是这样的 我们首先呢 要为这个A1做免认证 就是说认证旁路 因为路由器嘛 它没有办法说 你给路由器谈一个网页 让路由器在网页里面 来输用户密码来做认证 这似乎并不可能 而路由器怎么可能去接收一个网页 然后输用户密码呢 所以那我们考虑 对一些实在没有办法做网页认证 实在没有办法做 穿越用户认证的用户 可以做一个免认证 或者说叫认证旁路 就是说它就不用再认证了 直接可以过了 但是除了这个192.168.1.1以外的 其余的位于192.168.1.0网络的 其他的设备 那么都认为是普通的PC 都是可以接受这个网页Poto的一个认证的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会让192.181.0的其余的 所有的设备都需要正常出账号来认证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CN 需求和目标 RE要免认证 其他的客户呢 需要正常的认证来穿越 好 那么下面呢 既然要认证 那就必然需要创建账号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创建一个账号 我们创建对象 我们创建用户 用户组 当然呢可以只创建用户 然后基于用户来做 这个用户怎么怎么样 好什么什么 那个用户怎么怎么样 但是这似乎并不合理 因为在工作当中 那一般来说呢 会有很多很多几百上千个用户 这个你每个用户都来做策略 这太不科学了 所以一般情况下呢 老规矩还是先创建一个组 先创建一个组 然后呢在组里面来创建相应的用户 我们先创建组 我们要创建两个组 一个是呢 Long Group 就是不认证的那个组 然后呢还要创建一个 Password Group 就是需要认证的这么一个组 然后呢我们再创建用户 我们把用户放到这个组里面去 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思路 OK 主要还是要创建一个要认证的组 你也可以创建一个不认证的组 好关键呢我们要创建一个用户 叫做QiTownUser 他属于哪个组 好属于哪个组 肯定不能叫Default组了 Tusswer的组 好这个时候呢 为他输相应的密码 OK 那这样的话我们已经把那个用户 QiTownUser 放到了这个组里面去 Tusswer的Google Pro OK 好 那这个创建完了之后呢 下面呢我们就可以做相应的安全认证策略 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做策略 上面呢是安全策略 下面呢有认证策略 认证策略 我们新建一个认证策略 比如说我们来为不认证的做一个 从我们的Trust到我们的Untrust 然后圆呢你就指派192168.1.1我们的A1的这个例子 好目的就不管他就不认证 OK 正配名字并不重要 圆重目的重 每个圆 然后他过来就不要认证 然后再做一个策略 就是要做一个认证策略 认证 依然是由Trust到Untrust 192168.1.0-24 好他是需要认证的 OK 很明显啊 这个上面这个策略是要优先一些 首先他在上面 而且精度也是32位的 所以说他来了呢就不认证 就过了 但下面来了呢 就是需要认证的 OK 这个是需要 这个网络除了1.1以外 其余网络过来都需要认证的 这个做完了之后呢 最好你能够改一下 这个认证选项 跳转到最近使用的 Web 页面 他默的应该是不跳转 那么我们要跳转到这儿 什么意思呢 就说呢 本来你访问百度 然后呢 找我强劫持了你这个 请求百度的请求 然后你弹出了一个网页 让你输用户名和密码 然后呢 那你把用户名密码输完了 你认证过了 那么防火墙 会把你重新导到 你曾经的请求的目的地 百度这个 卖假药的网站上去 OK 大概就这个意思 如果不跳转的话 那你自己需要自己去再输一遍 那个卖假药的网站 当然呢 如果说你选了这个 那就自动帮你导到这个 卖假药的网站上去了 OK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默认是不跳转 好 这个默认是不跳转 我们选了跳转到最近的 网页上去 好 这个做完了之后呢 这个做完了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由于这个流量 我们正常安全策略 由于流量 首先是放过的 然后 然后阿一 阿一又是被不认证旁路的 那这个时候阿一应该不受影响 应该可以继续的通 OK 然后再随便啊 两个策略影响他 一个是他确实被放过了 还有一个呢 确实又不认证了 所以说阿一就肯定就过了 两个原因 啊 策略要放 这个认证策略要不认证 他也就可以过了 但是呢我们的普通电脑要上网呢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普通电脑要上网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正常应该是访不了的 正常 有些人说 那我期待了一个网页弹出 那么他去哪呢 我给你解释一下 这个弹出网页 你要想一个问题 这华为防火墙自身的一些问题 这是你的PC 这是我们的防火墙 然后这是你的目的地 你本来呢 是去这个目的地的 这防火墙呢 可以谈了一个网页出来 然后呢 你就到防火墙上去认证 防火墙认证完了之后呢 你才能够通过重定项 抵达目的地 也就是说 你是不是要放这个PC 去往这个防火墙自身的 相应的流量吗 你这个流量还是没有放的 这个流量需要放的 你要知道 华为防火墙的老毛病就是 这个防火墙自身发起的流量 是不通的 然后呢 默认是不通的 然后呢 其他的区域到防火墙自身的流量 他也是不通的 就是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可以通的 穿越的中间不通 然后呢 其他的普通的区域到 他自身是通不了的 然后他自身到其他区域 他也通不了的 就啥也通不了 那么一般来说呢 我比较接受不了的呢 就是这个 他自己出去 就是你防火墙 你的华为防火墙要聘其他 他也通不了 这个我特别接受不了 所以说呢 我默认一般 就喜欢配一个 Local到Any 就是自己到其他的通的 但是我其实我并没有配 Any到Local 这个流量放过 所以说呢 你可以看一下 为什么通不了 因为我们在连192.168.1.11 这种防火墙的地址 88887 好转口 这是普通的区域到Local的流量 那这个流量肯定是没有放过的 所以说你看那就过不了嘛 所以说呢 这个流量一定要放 我们要放那个 三个八一个七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放这个端口呢 我们需要去做一个对象 我们需要去做一个应用 我们做一个应用 我们去做一个服务 然后呢我们添加一个服务 我们叫做认证的Poto 好名字并不重要 好关键刚才也看到了 目的端口是三个八一个七 这个端口号 好然后在策略放过的时候 新建一个叫做认证Traffic 然后呢我的流量确实由信任网络来的 到这个自身 然后呢服务是认证的Poto 好这个流量要放过 好我们要把这个流量放了 就Trust到Local的这个端口号里要放 然后穿越的里要放 自身发起的呢 那这是我自己木耳放了的 好这个时候呢 你看现在已经可以弹出这个认证风口啊 下面呢你就开始输这个QI糖 User 然后输相应的密码 OK 这样我们直接输 来度 搞定啊 这边就不用再认证了 直接输 比如京东 OK也搞定 好认证完了之后呢 我觉得你更加讲究的做法是 你不要这儿去放anyany 你应该去放 既然我们都已经认证了 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对象 然后呢 可以看一下在线用户 这就是我们刚才认证的在线用户 然后哪个组的 好然后呢哪个IP地址 好认证过了 当然呢也可以把它强制注销一下 好我们再强制注销一下 重新再来一遍啊 这个时候呢我们输QI糖User OK 这是好的啊 所以说呢 在这儿可以看到认证的用户 你也可以把它踢掉 都是OK的 那既然知道用户了 那么你在策略的时候呢 我认为你就不应该再玩这个了 你就应该不要再玩网络到网络 应该算是上一代防火墙 第一代防火墙的一些东西 这个时候呢你应该说 那既然认证都做了 用户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应该选一下这个 PASSWORD GOGOFO OK 确定 哎就说 只有这个主的用户 啊才可以认证通过之后啊 源自于这个主的用户才可以通过 OK 基本上呢 这就是一个比较完美的一个东西 下面呢 而且呢你看啊 现在可以基于用户来做各种各样各种各样的东西 你看啊 所谓的用户 以前是网络怎么样 你看现在我们是用户 然后能够做各种各样各种各样的东西 都是可以处理的啊 这个用户什么时间啊 这个用户能够访问什么样的服务和应用 这个用户能够怎么防病毒这些东西 都是可以做的 好 这个选了之后呢 我们重新在对象这个地方 把它给强制促销一下 这样的话我们重新再试一试看看 是不是依然可以测得过 好 OK 没有什么太多夹 一阵一阵卡呀 你看啊 这个匹配相应该是有的啊 我看现在 什么问题 嗯 我看看我们 可能需要把定义来这放一下 摸的他再把定义来这放过了 OK 定义来是要放一下 定义来是要放一下 定义来是要放 这个定义还是要放一下 OK 定义来是要放过的 其余的 不管哪儿来的定义要放过 然后呢 这个用户的流量可以过 OK 基本上这就是穿越用户认证 大家觉得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好 我们紧接着要开始下面一个部分了啊 嗯 我们这样 我们把这个设备重启 重启 重启其实也就是清空配置了 重启啊 下面呢我们要开始讲我们的今天的第二个主题就是我们的svpn svpn 关一下啊 给它重启 说了svpn 我们可以简单解释一下这个svpn的理论 这儿吧 我拿我的这个正常的vpn的课的PPT来给你们讲一下 怎么显示成这样呢 真奇怪我现在 好我们来看一下svpn 不是这个部分 应该是第九天 我们简单来说一下svpn啊 我们来说一下 嗯 其实以前呢我们讲的都是 ipsec vpn ipsec vpn呢还算是比较 重要的vpn 啊我来我们先说一下这个问题啊 我们的vpn呢无非有两种大类 一个是暂点到暂点lan tolan 啊 当然或者说叫svpn sv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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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点到 站点 老外经常会说s 2s 2s 站点到站点s2s或者说 l2l啊 啊 兰突浪或者说塞兔塞 这是一大类 它的主要特点呢就是 这是两个路级中间是internet 然后呢这是一个公司 这是一个公 这是公司的一个部门 这是公司的北京的总部 然后这是上海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兰突浪 建立一个这么一个隧道 然后把两个站点或者两个网络 连接在一起 这是一个 那么如果说你要做这个东西的话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其他选择的 基本上你就只能选IPsec 这个基本上你就只能选IPsec 还有一种呢就是远程拨号 就是这是我们公司的网关路务器 这是internet 这是internet 然后这是公司的内部 内部呢有服务器 内部有服务器 如果说你希望你的电脑 你的笔记本电脑 在互联网的任何位置 都要访问内部的服务器 在这个时候呢你可以选择 远程拨号VPN 拨到gateway 然后呢 然后通过VPN来访问内部的服务器 大概就这样 简直现在虽然说 我在给大家讲课 但其实我在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 那这应该是我在家里边 但是呢其实我们访问的设备呢 是一个真机 这个真机呢其实是在前一堂北京的服务器 这个机房里面的服务器 好那么其实我就通过 思科的internet 在机房里面 而且呢你会发现 其实这个速度 你不会觉得有什么样的问题 不会认为有很大的原始 大家如果说我不提醒你们 不提醒你们的话 我估计你们也不知道 我应该是用的远程机架 OK 当然呢我除了能够播前一堂北京 我还能够播上海 我还能够播一个美国服务器 来翻墙 跳到大中华局域网以外的地方去 OK那么如果说你要做远程报VPN 你有多种选择 一种呢就是前段时间 我们讲的L2TP over IPsec 这个我们讲过 对吧应该是上周就讲过 还有一个呢就是普通的IPsec 还有呢就是SSL SVPN 好一般情况下 我们还是 推荐用SVPN 为什么呢 我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解释 为什么SVPN要推荐一些呢 因为SVPN最简单 因为SVPN拨号 只需要让客户开一个网页 输一个网址 然后输一个用户名密码 就搞定了 那么你要知道什么叫客户 这个蓝突然跟客户没有关系 因为客户对于这个VPN而言是透明的 他不觉得有这个蓝突然的VPN 他觉得网就通了 他觉得网本来就是这一连就通了 什么也不用干就通了 但蓝突然并不是蓝突然需要客户 去装一些一般情况下可能需要装一些客户端 然后去 拨号的 OK 一般情况下装客户端的 那么你要知道客户 什么叫客户呢 就是他基本上对网络是完全不了解的 就他可不知道什么叫SVPN 他也不知道什么叫IPSSVPN 他也不知道什么叫IP地址 基本上啥也不明白 这种人 可能这个人的水平就仅限于能开电脑 能够用浏览器 能够用QQ 基本上就到此为止了 这就是客户 我们的客户 这就是这个水平 如果说这种客户 你指望客户能够去设置L2DP的连接 能够指望客户能够安装IPsec客户端 然后正确的设置IPsec客户端 基本上是很有难度的 他们基本上很难去帮你说 我按照你的向导 下一步下一步可以设 这种客户一般完全不理解你在说什么的 但是一般情况下 这个客户就算特别菜 他至少会开网页 至少会输网址 至少会看到中文的用户密码之后 会输自己的用户密码 那好 那就可以播上去了 所以说呢 我认为SVPN最大的优点 就是简单 就是开个网页就好了 这是他的最主要的优点 其他的呢 其实不是说不好 只是说对于客户而言难度太大 你不要说你觉得简单 你不要说我们是网工啊 我觉得看起来没有复杂 几句两件就做完了 那是你 对吧 你知道IP地址是什么吧 你知道IP地址是四个段吧 那客户连IP地址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 他可不知道IP地址有四个段 OK 所以说SVPN最大的特点 其实 归结一点 它就是简单 确实很简单 好 那么我们来简单来说一下 SSL 那咱们不要说SVPN 咱们说SSL SSL呢叫做安全套阶层 那1990年 网警公司就 把它给发明了 它发明的时候呢 最开始呢 就是加密这个 3W流量的 那这其实也就是咱们最熟悉的 那个叫做 HTTPS HTTPS就是 为什么这么写呢 这是网警公司发明的 它的浏览器里面 那个网警浏览器里面 你要用HTTPS over SSL的话 你就不用这么出 这么复杂了 你就简写吧 你就用HTTPS 冒号斜杠斜杠 你就可以了 所以说呢 HTTPS 其实是HTTPS over SSL的一个简写 OK 所以SL最开始出来 当然是加密 这个我们的 HTTPS流量的 那SL呢 又通过几次改版 开始版本1 版本2 又版本3 然后最近呢 又有一个工业标准出来了 叫做TLS 传输层安全 好 那而且TLS应该是现在至少也1.1了 好我来给你说一下这个问题 虽然说我们一直以来都说HTTPS HTTPS over SSL 而我们一直以来都说SSL VPN 但是其实你在实际用到它的时候 可能绝大部分情况并不是SSO的 可能你用的更多的应该是TLS这个协议 绝大部分应该都是TLS 现在啊 由于就是这个习惯嘛 就是习惯都一直这么这么多年了 都是什么HTTPS 然后一直都是SVPN 习惯就没有改过来 觉得呢 也既然都说了这么多年了 就不想改了 所以说如果说你想想啊 如果说现在就TLS的话 那应该是不是叫做HTTPS呢 对吧 或者SVPN是不是应该叫做TLS VPN呢 这个就大家都已经说习惯了 所以说呢也都没有改了 但是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其实现在绝大部分应该还是TLS 居多一些的 OK 那SSO呢 也是不依赖于平台和应用程序的协议 其实也就是说呢 你看它是一个 在应用程和这个传输程中间的一个插口 用来保护应用程的数据 那么说的更直白一点 就是那么TCP 包含TCP 集齐以下的所有的头部 都是明文的 TCP是明文的 TCP是明文的 然后网上的应用程序数据都是被加密的 再想一想IPsec VPN TCP可不是明文的 IPsec TCP这些后面都是被加密的 好 然后最经典的SSO应用就是HTTP over SSO 还有这个Email over SSO 简直现在如果说你去申请的一些 网上的这些邮箱 如果说你不是用网页来这个收发邮件的 可能你更喜欢用这种像Outlook 或者说这个Firefox 这种这种搜邮件的软件的话 那么你可能就需要去设置一下这个POP3 或者SMTP 现在知名的网站应该都是通过TOS加密的 都是通过TOS加密邮件的 比如说我爱用的Gmail 现在Gmail很少有人用了 因为他已经被我们大中华我们的党封上了很多年了 但是他确实就是这个over SSO的 OK 好然后呢他有几个握手阶段 我觉得咱们P级别再慢慢讲吧 还有握手协议之类的 我们简单了解一下这个东西就可以 SSO的 它的 什么时候开始的 协议的简单特点 它的用法 好这个先过了 我们在我们正课里面 MP课里面再讲 好 SWP我们简单说一下 SWP的特点 我们可以简单比 重要的特点就是 不需要安装任何客户端 一般来说是不需要装客户端的 就算装客户端 也是网页在线的 通过ActiveX 或者Java的方式来安装的 通过标准游览器就可以连接 然后由于有游览器 因为电脑难道没有游览器 嘛电脑都应该有游览器 那游览器 它提供了 游览器就给你提供了 更新校验和原认证的功能 甚至加密 完整的校验就是哈希 然后可以认证 然后可以做更加精确的 精细的控制 我可以限制你能够访问 什么样的资源 OK 其实应该说SWP的特点就是 简单 任何社会都有电脑 都有那个游览器 用游览器连接 然后输过网址输过用密码 就搞定 SWP主要是简单 OK 下面还有一个比较 其实现在啊 我认为现在还能够用的 大人S2肯定是不错的 主推的 L2TP over IPsec 这个 微软系统都支持 IPsec IPsec 稍微有点麻烦 就是你要装各大厂商的客户端 来播IPsec 这也可以 PPTP和L2TP 纯的L2TP 用的已经不太多了 我觉得基本上还是推荐 IPsec L2TP over IPsec 和SWP 如果说你们公司有钱的话 因为SWP一般来说都是单独收费的 讲究的话 我觉得还是推荐有SWP的 OK 我简单说了这些 基本上其实也就是 这个设备也应该起来了 你看明显我是在 这是我们北京前一堂的这个服务器 这些这些都是各种各样的服务器 我们 我的PCE 就在一个服务器上的 然后我们可以再网管我们的 帮我讲 等一会儿啊 等一会儿啊 帮我讲呢 基本上就算进去了 这几个网卡 这几个没有用的网卡 我也干掉不需要啊 其实跟刚才还是一样的环境 还是两个网卡 然后呢 我们把路由 more路由纸一下 然后策略呢 这是默认是全放的 我们先把它全放吧 我们先直接 INIT到INIT了啊 这样我们先全放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 VPN都做完了 都做通了 然后回来 我们再把这个策略放弃 然后我再给抠一下策略啊 哪些策略 应该放到什么地方就可以了 我们先 在做VPN之前 先把全放啊 放完之后 我们先把VPN做完 然后回来再抠一下细节 然后再看看 哪些流量需要放过 好 这个认为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现在我们再上个网 试试看 那什么太多问题 OK 就是现在的情况 流量全放 网络默容观也 也是做了的 上网也没有问题 好 这是现在的情况 我们开始来做我们的 SVPN 我们来看一下啊 SVPN呢 我们先讲 我们先还得要说一下 这个东西 这一会我要配的 就是它的几个重要的功能 文件共享 这个端口转发 网络扩展 Web代理 这几个东西 我简单说一下这个东西啊 一会我们做实验的时候 会更好给大家解释 但是我们以斯科为例吧 斯科基本上跟这个意思是差不多的 斯科呢 这个SVPN分为 SVPN分为两个大类 我还是写比较好 两个大类 一个是七层工作模型 一个三层工作模型 华为这个套路 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首先呢 有两个工作模型 七层工作模型 和三层工作模型 七层工作模型呢 可以叫proxy 三层工作模型呢 叫网络network 它们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好 我来给你解释一下 七层工作模型叫proxy 就是这是我们的 SVPN的防火墙 这是我们的client 这是我们的最终的内部的 一个server 七层工作模型怎么玩的呢 就是你跟我建立第一个TCP 这是TCP1 原地址 客户地址 目的地址 防火墙 外部接口地址 断口号 单 SSL TCP 413号单口 OK 好 然后呢 建立第一个TCP之后呢 你把请求交给服务器 这个请求可能就是 我要访问内部的 外部服务器 我要访问内部的这个 网页这个文件共享服务器 比如说CIFS 微软的CIFS文件共享服务器 OK 当然呢 一会儿呢 我们可能还会去用端口转发的技术 来访问内部的RDP远程桌面服务器 好 这次 这些都是第二个TCP TCP2 就说呢 你通过TCP1 把请求交给防火墙 防火墙 按照你的请求 去建立TCP2 然后呢 结果通过TCP2 回给防火墙 防火墙再通过TCP1 回给你 OK 这是两个TCP 中间 这不就是一个proxy吗 OK 这更像 经常我举的一只叫做小麦pro 不要超市 超市呢 你是直接进去拿的商品 小麦pro呢 就说 我要这个可乐 但是呢 其实你不能直接拿 你要让一个这个店员 他去帮你拿 他一手拿到了可乐 另外一手把可乐交给你 那相当于是两个TCP 那么 这个重点在于什么呢 目标设备会认为访问他的 其实是这个防火墙的内部结构地址 目的设备不会认为是客户直接访问他 目的设备只会认为是防火墙在访问他 这是七层工作模型 一会儿应该要讲的 web代理 文件共享和端口转发 应该都是第一大类 还有一类呢就是网络访问 三层工作模型 网络访问 那三层工作模型呢 就跟IPsec的原理几乎是一模一样了 三层工作模型呢 华为这儿叫做 叫做网络扩展 网络扩展 网络扩展 就这个网络扩展 那么这种工作模型的话 其实更好解释 这是防火墙 好你的PC上呢 一定要装个客户端 你看啊我这个就算得上是 这个思科的anyconnect 其实就可以理解成为是华为的网络扩展 那我一定要有一个 装一个客户端 然后客户端呢 你只要装了一个客户端 你就会发现你会多一个网卡 多这么一个网卡 会多一个适配器 那相当于你有两个适配器 一个是物理适配器 用来上网的 一个是区里的适配器 两个适配器 好然后呢当你拨号 拨号到这个防火墙之后 防火墙会有一个地址词 地址词会推送一个地址 附在这个虚里适配器上 好会附在这个虚里适配器上 然后这是内部的server 好那么其实呢你的client 是通过这个虚里适配器上的地址 通过这个隧道 虚里的隧道 然后到防火墙 然后到内部的服务器 也就是说呢 内部的server 会认为是由client 这个虚里适配器上的 得到的这个地址词的地址 通过这个地址 来直接的通过三层 layer3通过网络 直接访问内部的server 当然呢请注意这个手里需要解决 在server上需要解决 返回去往地址词的数据包的路由 也需要把流量再引回来 这儿的话才可以到客户端 这叫做三层模型 网络扩展 OK 那么 所以说呢有两种大模式 七层模型和三层模型 七层模型是代理服务器模型 三层模型是网络模型 网络模型 网络模型是要装客户端的 是要推地址词的 然后通过虚里适配器上的地址 直接和内部服务器进行访问的 但七层模型不是 七层模型是代理两个TCP的 OK 这是一个简单的理论 一会儿呢咱们可以做实验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好 在做这个实验之前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拓谱 这个拓谱呢就是一会儿这样的啊 一会儿我们外面有个PCR 这就是我们的外面的客户PCR呢 我PCR在这儿 没有问题 啊 原卡 PCR好了啊 PCR在外面 我们可以看一下PCR的 台语地址 202.1百点1.10 网络是我们的方向 我们拼一下202.1百点1.11 好这个PCR OK 拼得通 当然我防火墙开始我全放了吧 当然是拼得通的 OK 一会儿我们PCR在外面 来拨号到我们的防火墙 来建SVPN 来访问内部的服务器 OK内部服务器上呢 我们网页服务器也是他 文件共享服务器也是他 然后RDP服务器也是他 内部服务器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2008 就是一个普通的2008 可以看一下啊 我们可以很轻松的访问 位于2008 192.168.1.100上面的网页 打开就可以了啊 然后呢 还做了文件共享 192.168.1.100 自己访问一下自己的文件共享 啊 这个也没问题 然后呢 RDP远程桌面 这个也是允许的 好 所以呢 这就是一个服务器便于一会儿我们SVP 可以拨号上来之后呢 连接它 进行测试 OK 好 这就是一个环境 现在网络呢也都做了 流量呢 我也全放了 这文件共享呢 我也都做完了 文件共享这些都已经 这微软的操作啊 我就不讲了啊 好 下面呢 那我们就主要介绍一下怎么配置我们的SVP 网络SVP SVP 新建一个 新建一个网关 啊 他这个还算不错啊 基本上是一个向导 你就新建网关之后呢 起一个名字 然后决定哪个接口 是你的外部接口 要选对我们的G0-0-2 你选了之后 其实就能看到你选对没选对 2020-100.1.11它的地址 端口后呢 你肯定不要改 保持默认的4403号端口 OK 但是 名字并不重要 接口当然很重要 这个做完之后呢 下 你就 他这个向导下一步 好紧接着就是启用相应的 加密算法 你看TOS1.1 TOS1.2 你看 S的时候 S的时候已经没有激活了 有时候 这可以 叫做TOSVP吧 然后加密的算法 好 这个超市时间呢 你可以设置稍微长一些 好 下面就是 我们可以看一下 下面就是要激活 我们要激活 网页代理 这是七层公众模型的 网络扩展 这三层公众模型的 文件共享 七层公众模型的 端口转发 七层公众模型的 然后主机检查呢 我们 ACC 这个 HCNA这个级别 就不讲了 这是什么东西呢 我简单可以说一下 SVP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 你拨 VPN 那不是 仅仅是VPN这么简单 那什么意思呢 VPN 就是 那通嘛 我就通了 就好了 VPN就干这活的 但是现在高级点的VPN 比如说像SVPN 说 不是通这么简单 你要拨出来之后呢 我要去判断你的机器状况 你是WIN10的 然后打了最新补丁的 装了最新三软件的 防火墙又开了的 用户密码也对了的 OK 这个就没问题了 好你就可以拨进来了 但是呢 虽然说你的账号也合理 但是我对你机器扫描之后 我发现你是一个WIN7的 五丁也没打防火墙也没开 三轴软件也没有 你是个裸奔的 那不行 对吧 咱们之后得穿着衣服吧 哎 这个就不行 它就起这么一个作用了 OK 就是检查你的机器的状况 你的机器状况是合规的才可以 那这也叫做准路控制吧 准路控制其实就是这么一个作用 好 好 那好 这个我选了 你看啊 选了之后呢 向导还会继续 我们去下一步 好下面那里就可以开始指定 内部的你的HTTP的这个服务器的资源 这个完之后呢 你要指定内部的HTTP的服务器的资源 比如说添加一个名字叫insideserver1htt 然后网址是192.168.1.100 这是我们内部的那个HTTP 刚才也看到了啊 这个2008它就是100 这地址 HTTP服务器它是打开了的 OK 确定 好 你指定一个这么一个服务器 好 这个有令 下面我们继续下一步 好 下面呢就是说我们激活这个网络扩展 网络扩展最关键的点 刚才我还认真画了一个图啊 最关键点就是一定要推地址词给客户 好 然后呢就是我比如说我推一个172.16.1.100到172.16.1.200-24位 然后呢这呢还可以推给他 你能够访问哪呢 你能够访问192.168.1.0 如果说你学过思课的话 这玩意就有点像隧道分割 啊就是 如果说你不给的话就是 任何的网络都会送到 防火墙上来 来访问公司内部的 任何网络都会送到 都走VPN 送到防火墙这边来 这个时候呢我给你推这个网络 网络的意思就是说呢 就这个网络 我们公司内网192.18.1.0 去他 你加密过来 就可以了 其余的你爱怎么走怎么走 你就别加密别走VPN了 就这个网络的加密走VPN 然后呢这是地址词 OK我给你推这个地址词 推了这个地址词 一定要记住一个小问题 你内部网络一定要解决 去网地址词 比如说172.161.0的路由 一定要把路由回给防火墙 才可以回去 当然今天我们的环境 我们内部的那几个设备 都只能默认网关到防火墙 所以说我今天用什么样的一个网段 其实都不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都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地址词 然后呢 告诉客户 哪些网络 你要加密 过来访问 好 然后文件共享 你也得填 比如说 inside server1 share smb 文件共享 然后呢 192.168.1.100 share 这个目录刚才我们还看过吧 这是文件共享的资源 然后继续下一步 然后呢 我们激活这个端口转发 端口转发 到激活保护链接 端口转发 那服务器资源呢 叫inside server1 rdp 内部是一个IP地址 连到192.168.1.100 3389 和端口 指定内部的rdp服务器 3389 3389 3389 OK 好 相当于刚才呢 就做了各种各样的资源 就是我们内部有台这个各种各样的服务器 网页服务器 然后文件共享服务器 有端口这个rdp的服务器 都做好了 下面的任务就是要创业用户 然后开始做授权 OK 那下面呢 我们来创建一个用户 比如说我们创建一个用户 比如说我们就在这个default的这个组里面 创建一个用户 新建用户 SSL user 这就是保持默认组就可以了啊 密码 首先我们来创建一个用户 用户 创建一个用户 用户 用户 用户有了 然后呢下面呢 我们给予一个授权 用户 当然也可以组 然后呢我们用户 给授权 我们新建一个授权 我们新建一个授权 授权啥呢 那基本上我这全部都给授权 全部都给 OK 就是这四大功能 我都激活 然后呢 这些服务器 我全部都允许这个客户访问 当然你看看啊 你可以说啊 什么就不可以用 当然 你可以选择 哪些哪些服务器 就不允许他访问 但是今天做实验 我主要就是为了一个通 所以说呢 我这个所有功能我都激活了 所有功能我都激活了 所有功能我都激活了 所有的服务器我都给了 然后呢 把东西给这个用户 看看啊 这个名字并不重要 这个名字是一个授权的内容 授权内容就是下面这些功能 然后呢这些服务器 然后呢都允许这个客户来访问 就这个作用 这个就是哪个用户 能够使用什么功能 能够用什么样的服务器的一个授权 在本地就做了 OK你看SVPN SUser 能够这些权利 这是一个授权 好 全部都做完 我觉得这个做的还是很不错的 华为这个向导做的还是可以的 然后完成搞定 OK 好这搞定 由于我们的策略 所以其实都全放的 那这个时候呢 咱们就来试试号吧 PCR 用 IU浏览器 直接是外部接口 然后HTTP TPSTCP的400次上网章 这个华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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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是反应有点慢 但是我今天早上用无音实测的效果会比较快 无音实反应比较快 这个它就是比较慢 这个它就是比较慢 对 包装上去之后呢 当然这个流量我放的啊 一会咱们再去慢慢抠啊 说什么样的一些流量需要被放过 我的流量全放的 外部接口 这个真够慢啊 哎 来啦 你看 这就真的特别的慢 嗯 这我来个Win10 Win10的反应会快很多 所以这个 可能跟系统有一定关系的 我买一个 我买一个Win10 我觉得Win10今天的反应会快很多 我也是2022的网络 我们看是不是会快很多啊 https 你看 一连就有了 反应很快 对吧 这可能是跟系统有关系 我还在这边播吧 都已经开起来了 嗯 应该叫ssl user 然后来个密码 好 你看啊 我连上来去之后 那就能访问 内部的http服务器 啊 首先 我激活了 web代理 所以说 哎 访问内部服务器 我有激活了文件共享 所以能访问这个服务器 我有激活了端口转发 啊 能够访问这个服务器 我有激活了网络扩展 当然 刚才 我们现在再回想一下 刚才那个位置都是可以控制的 那个授权那个地方 你可以控制哪些不要 哪些服务器不行 啊 这些都是可以做的 啊 当然我们刚才我们做的是 全部都允许 这是我们一个一个感受一下吧 内部 内部 server OK 这是内部的那个2008的iS7的主页面 这个没问题 OK 下面呢 内部文件共享 文件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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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去吧 慢就慢吧 等会儿吧 好 计划 转发 好 计划了之后啊 你启用你的MSTSC 远程度面 直接连内部服务器 这转过转发 就是去往这个服务器 这东西吧 其实我觉得还是非常像思科 如果学过的话 思科的一番Smart Tunnel的 你看进来了吧 好 LetState-an 我为什么要看它呢 因为你可以看一下 其实 也是tablish了 但你认真看 原地址是防卧 内部接口 192 168 1.11 这就是刚才我讲的七层 代理服务器 工作模型 而不是我真实地址去的 OK 端购转发 这非常如果你学过思科的S 的话叫Smart Tunnel 非常像那个玩儿 七层工作模型 代理服务器 工作模型 你看原地址 好前面呢 都是七层工作模型 下面呢 我们就来 这个可以关了啊 然后呢我们可以来 三层工作模型 网络扩展 好网络扩展已激活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看一下 会看到一个适配器 出来这个例子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拼一下内部的2020 201 100.1.1 1 我们到 不是202 是192 168.1.1 1.1 我们的A1 我们可以tel 192 168 1.1 我们的A1 我来 改一下用密码 好 这儿直接修优词吧 好 你可以看一下 这就是三层工作模型 我的地址就是172161.100 可以再看一下 172161.100 我通过这个地址来访问的里 这就是三层工作模型 网络扩展模式 OK 这个可以理解吧 好 那基本上这个VPN 这个SVPN 那么咱们就基本上就讲到这儿了 基本上功能基本上都实现了 OK 还算是 我觉得华为这个SVPN 我的感觉还算是不错 用起来还算是比较方便 而且向导做的还确实不错 OK 那么我们休息10分钟 然后回来呢 我们把防火墙清空了之后呢 我们来介绍我们的UTIM 高级威胁防御的这么一个部分 那这个时候呢 我就可以重启要防火墙 我就不用删了 我reboot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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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